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火拍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系列引发热议的热门话题 包括对增加救生员的迫切需求 特朗普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争议性行为 以及夏季结束后的反思 首先,在布鲁克林的社论中 社区成员强烈呼吁增加游泳教育和救生员 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安全享受夏季的水上活动 随着游泳池的开放和夏季的热浪 缺乏救生员的情况让人担忧 大家都在寻求创新的解决方案来拯救更多游泳者的生命 接着,我们将聚焦特朗普 他最近在阿灵顿的行为引发了副总统哈里斯的强烈谴责 他指责特朗普在神圣的纪念地进行政治宣传 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了规定 也引发了对他过去贬低军人的言论的关注 哈里斯强调,这是一个不尊重服务和牺牲的行为 他承诺不会将美国英雄的纪念政治化 最后,我们将听到一些民众对于夏天的反感 和对秋天的期待的独特观点 这些情绪似乎正是许多人对即将到来的季节变化的真实写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夏日的布鲁克林街头 人们热衷于讨论纽约市游泳池和海滩的救生员短缺问题 Yahoo US报道指出 周恒市政府已经在夏季热浪来袭时开设了新的户外游泳池 但这里的救生员资源明显不足 长期以来,纽约市的所有游泳池和海滩都未能全面配备救生员 这引发了广泛的担忧 社区成员,如前纽约市救生员卡尔·奎格利 包容性社区健康执行董事迈克尔·兰达佐 和全球杜伦安全协会执行董事罗伯塔·魏斯布罗德 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他们倡议扩大游泳教育 不仅仅是针对所有二年级学生 而是应该提供给三年级到十二年级的所有学生 让更多的孩子和青少年学会游泳 并有机会练习新技能 其次,他们呼吁恢复学校和公园中目前无法使用的游泳池 使这些设施可以全年供所有年龄段的人使用 此外,他们建议根据最新技术建造新的游泳池 这些技术在2024年美国奥运游泳选拔赛 和巴黎奥运会上展示过 这些新技术将改变学校建设管理局 建造新游泳池或翻新现有游泳池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他们强调需要招募和培训更多的救生员 这可以从警察、消防和公园部门的退休人员 以及大学生运动员中招募 甚至考虑雇佣国际学生运动员作为暑期救生员 拥有足够的救生员 所有纽约市的海滩可以开放到晚上8点 让工作中的纽约人可以在下班后游泳 然而,这个夏天的话题并不仅仅停留在游泳池边 曼哈顿的居民海沃德约翰逊泽相 每日新闻表达了对公共交通的看法 他呼吁对所有纽约人征收小额税 并对司机实施较低且更合理的拥堵费 以释放警察巡逻车站并减少犯罪 这对环境更好 并且会有更少的人应跳闸而被逮捕和罚款 他强调,这对所有纽约人来说都是双赢的方案 在另一篇文章中,机油花园的S 威尔逊对布鲁克林地铁站的一次暴力事件表示愤怒 6名女孩袭击了一名76岁的男子 这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法律已经过时 必须立即修订 以言成那些对无辜市民施暴的年轻人和老年人 他强调,亚当斯市长应该利用齐前警察的经验 领导这一倡议 让纽约市的街道和社区恢复安全 选举问题也是本周的焦点之一 汉密尔顿广场的爱林约翰逊呼吁终结选举人团制度 依靠一人一票的方法来选出总统 他认为允许少数摇摆州决定总统的方式最不民主 是时候实现真正的多数统治了 而在菲什基尔 有居民对特朗普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第六时区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 认为这是对退伍军人的侮辱 杰拉尔德·布朗指出 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在违反联邦法律和陆军政策的情况下 利用这片神圣的土地进行政治宣传 这让人感到愤慨 康涅迪格州的丹 辛格更是提到了他兄弟的墓地被玷污 这让他无法接受 这些观点和事件 无疑都表明了当前美国社会中的一些紧张和分歧 然而 这些声音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深切关注 很积极地寻求解决方案的愿望 除了国内的动荡 国际上特朗普的行为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据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最近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 强烈谴责特朗普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出现是政治噱头 并称这是一场亵渎神圣土地的行为 他指出 这片土地应该是纪念美国英雄的庄严场所 而不应该被用来搞政治宣传 根据报道 特朗普的竞选驻守在公墓内 与一名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 并在被警告遵守规定后 仍然拍摄了特朗普的照片和影片 包括在阿富汗战争退伍军人的幕前 哈里斯指出 这一事件源于特朗普和共和党人 对拜登及哈里斯在阿富汗撤军中的批评 而这次的行为无疑再度引发了人们对特朗普的质疑 在这一系列政治风暴中 哈里斯的声明无疑是对特朗普行为的强烈反击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政治之路将会一帆风顺 据悉尼《尘封报》报道 哈里斯虽然有望成为首位女性总统 但她将面临性别歧视 和种族歧视等多重挑战 与希拉里·克林顿不同的是 哈里斯淡化了她的性别和种族 并在公开场合强调政策和领导力 然而 对于一个历史上尚未有女性州长的 宾夕法尼亚等关键战场州来说 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役 总的来说 2023年的夏天 无论是在纽约市的游泳池边 还是阿灵顿国家公墓 都充满了政治和社会的张力 这些张力既体现了人们对现状的不满 也反映了人们追求变革的强烈愿望 随着秋天的到来 这些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无疑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焦点 背景介绍 读者的观点反映了对救生员短缺 政治行为以及季节变化等多方面的关注 以下是对这些议题的详细讨论 一、增加救生员的需求 观点 读者认为纽约市的游泳池和海滩 应该增加救生员的数量 以保证公共安全 背景 夏季是游泳活动的高峰期 然而 很多地方仍面临救生员短缺的问题 这导致一些游泳池和海滩无法满足需求 建议包括提升游泳教育 建设更多现代化游泳池 招募更多救生员等措施 这些建议旨在提高游泳和水上活动的安全性 并使市民能更好地利用公共设施 二、特朗普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争议 观点 读者对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阿灵顿国家公墓 出现并拍摄政治宣传视频的行为 感到愤怒 认为这是对神圣土地的亵渎 背景 阿灵顿国家公墓 是美国最重要的军人目的之一 通常被示威纪念和尊重退伍军人的场所 使用这样的场所进行政治活动 被示威不敬 反映 包括美国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在内的多名公众人物 和退伍军人对此表示抗议 强调应保持这种场所的庄严和尊重 三、夏季结束的情感 观点 有读者表达了对夏季结束的期待 甚至用较为强烈的语言表达了 对于夏季炎热和不适的厌恶 背景 夏季的高温和潮湿 使得一些人感到不适 尤其是对于那些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而言 更是难以忍受 季节变化 秋季的到来 通常意味着气温的降低 和天气的改善 这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一种解脱 四、公共交通和法律改革的呼声 公共交通 有读者呼吁实行免费公共交通 认为这可以减少犯罪率和交通拥堵 同时改善环境 法律改革 针对暴力犯罪和选举制度的改革 也有读者提出了具体建议 如取消假释和废除选举人团 以达到更公平和安全的社会 这些观点和建议 反映了市民对于公共安全 政治行为和季节变化的深切关注 并希望通过具体措施 来改善生活质量和社会环境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在当今这个炎热的夏季 增加救生员拯救生命 是至关重要的举措 让我们来看看数据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的数据 每年约有4000人因溺水死亡 这些数据显示 许多此类悲剧完全可以避免 如果我们能够增加救生员 并且提供全面的游泳教育 这些数字会大幅下降 想象一下 更多的人在夏天享受游泳的乐趣 同时也保持安全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让夏季成为每个人的快乐时光 而不是悲剧的温床 而楚天书 你的数据确实惊人 但让我们现实点吧 增加救生员和游泳池的成本 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知道吗 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每件一个标准游泳池的成本 约为50万至100万美元 而且 你提到的救生员培训和招聘 也是一个大问题 光是培训一个救生员的成本 就高达1000美元 这还不包括他们的工资和福利 我们的市政府和州政府真的 有这么多预算来应对这样的需求吗 此外 我们可以从其他角度提高安全意识 比如提高公众的自我保护能力 毕竟 像我们这样有智慧的人应该学会自救 而不是指望救生员来拯救我们 谢琪琪 你的忧虑确实有道理 但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罗马帝国时期 他们在公共浴场已经有专门的救生员 这不仅是为了安全 也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 现代社会更应该有能力承担这些责任 我们不仅需要增加救生员 还需要提高全民的游泳技能 根据美国红十字会的调查 仅有56%的美国人表示 他们能够进行基本的游泳救生 这是一个严重的不足 我们应该学习芬兰 在那里 游泳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 结果是 芬兰的溺水事故率远低于美国 所以 不仅是钱的问题 更是我们社会文化的问题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对安全和教育的投资 楚天书 你提到罗马帝国和芬兰 我不得不感叹你的博学 但我们现在可不是在古罗马 也不是在芬兰 我们在现实中的纽约市 纽约的预算可是紧张得像紧身库一样难受 再说了 即使你有再多的救生员 他们也不能全天后监控每一个游泳者 想象一下 他们工作一天后累成狗 还被要求加班到晚上八点 这样的超负荷工作会把他们拖垮的 还有 你提到的全民游泳教育 听起来很美好 但让我们现实点 很多学校连基本的体育设施都不足 更别说游泳池了 要我说 与其花大笔钱在这些上面 不如投资在更广泛的公共安全宣传和急救培训 这样大家都能在危险来临时自救 谢琪琪 你说的没错 现实确实残酷 但我们不能因为困难 就放弃解决问题的责任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推动一个全面的游泳教育计划 不仅仅是二年级 而是从三年级到十二年级 这会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根据美国红十字会的数据 参加游泳课的儿童溺水死亡率降低了88%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 而且 你提到救生员的工作附和问题 这正是我们需要招募更多救生员的原因 从警察、消防和公园部门的退休人员中招募 这不仅能解决人手短缺问题 还能让他们的退休生活更加充实 我们应该探索更多创新的方法 而不是固步自封 楚天书 你的理想主义真是感人至深 但我们还是需要现实一点 你的计划听起来像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 而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让我们回到特朗普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事件吧 这里有一个更切实的问题 领导者的行为和道德 特朗普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搞政治噱头 这是对我们退伍军人的极大不尊重 这样的行为让我们怎么能指望这样的人来领导国家呢 我们需要的是道德高尚 尊重传统价值的领导者 而不是只会搞噱头和戏剧化的政客 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而不是增加救生员和修建游泳池 这些听起来很美好的梦想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我来给大家做个精彩的总结吧 这期我们谈到了游泳池救生员的短缺 特朗普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行为 以及夏天的烦恼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以下这些话题 首先来聊聊游泳池的救生员问题 布鲁克林的这篇社论指出 虽然州和市政府资助了新的户外游泳池 但游泳池和海滩救生员的短缺问题依然严峻 这位作者提议增加游泳教育范围 从二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都接受游泳教育 这听起来像是让学生学会在水中生存的秘密武器 再者 他们还建议恢复无法使用的游泳池 这些泳池不仅可以全年使用 甚至可以举办精英水上活动 这令人想起了奥运标准的泳池 此外 他们建议从警察、消防员和大学生运动员中招募更多救生员 甚至考虑雇用国际学生 这简直是全球化救生员战略的最佳典范 接下来是特朗普在阿林顿国家公墓的政治学头 这一事件引发了众多争议 哈里斯坚决指责特朗普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拍摄并分发照片 认为这是违反规定的行为 特朗普的竞选助手甚至和公墓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些霸道总裁秦杰 只是这次主角是前总统特朗普 哈里斯形容这是对退伍军人的挑衅 直言这是一个无法理解任何服务于他人以外的人的人 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 毫不留情 另外 再来谈谈夏季的烦恼 沙拉 阿尔伯赫对夏天的厌恶简直达到了巅峰 让人感觉他恨不得立刻搬去北极避暑 他列举了夏天的一系列罪状 难以忍受的炎热 不健康的空气 甚至连出门寻找食物都成了难题 这位作者用生动的笔触 让我们感受到他对夏天的深深厌恶 他期待秋天的到来 就像等待救世主一样 我们不禁感叹 这或许是我们中很多人内心深处的声音 只是沙拉勇敢地说出了来 最后 我们来看看卡玛拉 哈里斯是否能打破美国政治中的玻璃天花板 这篇文章回顾了希拉里 克林顿在2016年的失败 认为他的失败在1992年就已经注定 当时 希拉里因比尔 克林顿的不忠行为在公众面前亮相 这种不利形象一直困扰着他 相比之下 哈里斯在2018年 特朗普提名布雷特·卡瓦诺的确认听证会上 展现了他敏锐的检察官风采 他问卡瓦诺 你能想到任何法律赋予政府 对男性身体做出决定的权利吗 这个问题迅速走红 虽然哈里斯面临性别和种族歧视 但他的形象比克林顿更具吸引力 特别是在后MeToo运动的背景下 总的来说 这其内容触及了许多社会热点话题 从救生员短缺到政治斗争 再到季节变迁的个人感受 每一个话题都充满了生动的细节和深刻的见解 让人不得不感叹这个世界的多姿多彩和无尽的变化 希望大家在阅读的同时 也能引发自己的思考与讨论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